環島電燈 搖響鈴鐺 交通部長林佳龍 開心向各界宣告 南回鐵路 台東支本到屏東方寮段 正式完成電企劃 高雄到台東省了27分鐘 到花蓮省了39分鐘 挑上列車 開心和部長合照 通車守航這一天 不少民眾前來體驗環島一日生活圈 對我們往返東部的國人 更便利 而且對觀光客來講 它可以坐火車游台灣 南回鐵路是在整個軌道運輸裡面 全國裡面唯一的鍛鍊 今天縫合讓整個鍛鍊縫合 可以加速全島的一個串通 把鍛鍊縫合拼上最後一塊拼圖 南回鐵路電氣化全線熱鬧通車 立委也提出訴求 希望西部高鐵 東部快鐵 這樣的一日生活圈 一日的六小時就可以環島 這樣的一個鐵路的建設 能夠盡快把屏東這一段高鐵的鍛鍊縫合 隨著鐵路電氣化升級 古早位藍皮火車也跟著停駛 不過交通部長林佳龍承諾將會打造 藍皮解油耗觀光列車 兼顧觀光以及交通需求 另外是台北屏東 綜合報導